我覺得有在慢慢的發揮出來 那一場一場會有更大的挑戰 我覺得就是慢慢去發揮 穩定自己的激戰術這樣子 對 那這個對手也是非常強 我想每個選手都是站上這個舞台 都要為自己的國家爭光 那我覺得就是很享受這個比賽 因為對手都很強 然後去玩比賽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 很累啊 剛剛還特別留下來看了下一場的對手 是楊柳吧對不對 對對對 那面對這個下一場的對手 你有什麼樣的看法 有什麼看法 我不知道我先休息一下 就是因為已經就是交手過很多次 我覺得他肯定有他的技術 那唯有我的技術 我們就是保留 然後帶到擂台上去玩 對 我要的不只是銅牌 我想要再繼續往前 因為這個擂台是我們就是 應該是我們每日每日都在培養 跟擂台培養感情 我希望能夠把自己最好的技術 我希望就是大家看我比賽是一個享受這樣子 所以我希望就是一關一關過 那自己的心情呢 我覺得我們不要太快的去享受 而是要穩穩的一步一步來這樣子 對 那補充一下 因為今天轉播那個主播有特別去問你的那個母語的名字怎麼念 我叫Safa Safa 他今天有講出來 真的好哇 太棒了 謝謝主播 今天主播是誰 是誰拿一起來的 謝謝 主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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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讚喔 好 我這一條 這一條 這我非常的 因為念心他非常 因為我們就三隻牛 那像今天嘉欣也特別到現場為我加油 然後我覺得就是我們三隻牛的感情啊 就是很好 那念心這次沒能夠我們一起到奧運 那我覺得他的心意是有跟著我們團隊一起進來 那他就是編了這個繩子給我們團隊所有每一個人 因為他說這條繩子是一個祝福這樣子 那我們也帶著這祝福就是勇往直前這樣子 很感謝念心 對 加油